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主帅麦克德安东尼 火箭队无限换防加跑红战术体系的打造者 他对修成的作用有多大 相信大家都知道 可以说 没有德安东尼的话 火箭队在上塞基丹平哈登加保罗这两位巨头 根本不可能在常规赞好取65胜场 也不可能与勇士队拼到抢戏大战 至于最后功亏一篑 也是保罗的伤退 和德安东尼的关系不大 德安东尼 梅尔顿 火箭队今年第46顺位选中的新秀 别恨这位小将的顺位有点偏低 但是他在今年夏季联赛的表现却非常惊艳 场景可以贡献16.5分加6.5篮晚加3.2助攻 在今年选秀大会前8顺位的新秀里面 也就其实对第8顺位新秀赛克斯顿下连得分超过了梅尔顿 表现真的是非常惊艳 如果进行选秀重排的话 梅尔顿的实力进入前15顺位 应该也没有多大问题 卡梅罗 安东尼 全联盟可以排进前10顶级小前锋 十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 连续14个赛季场均得分高于20分的球员 他的实力有多彪悍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至于火箭队的夺挂拼图算不算是凑齐了 大家可以看下星城下赛季 可以排出这两个首发轮换阵容 第一 个诗人轮换首发阵容预测 哈登加恩尼斯加保罗加切尔佩拉加坦克 轮换球员 安东尼加哥登加格林加内内加麦加麦卡威 第二个诗人轮换首发阵容预测 哈登加安东尼加保罗加切尔佩拉加坦克 轮换球员 格登加格林加内内加麦卡威加恩尼斯